一款以音樂為核心的手機社交媒體抖音 讓客戶拍攝15秒短片 並分享流行音樂配樂 這款手機應用程式自2016年9月在中國推出後 短短兩年就風靡全球 至去年底已打進150多個市場 並以75種語言提供服務 據抖音母公司北京字節跳動科技統計 抖音全球每月活躍用戶達5億人 市場研究公司Sensor Tower指出 截至去年10月 抖音在美國蘋果手機社交媒體的下載量佔30% 超越臉書公司旗下的Instagram和谷歌的YouTube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研究所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 全球年輕人爭相使用抖音 讓這款中國的手機APP 擁有前所未有的跨境覆蓋 是1999的抖音在短短的兩年多能夠迅速的擴展 這個是他們有意識的去迎合用戶的需求 同時呢 又把用戶的需求 跟他們隱藏在幕後的意圖結合在一起 值得關注的是 有很多美國年輕軍人 會用這款軟件上傳短片 其中有不少內容是他們健身訓練的片段 從他們身上的制服可以看到他們的身份標籤 而且有些拍攝地點是在軍事設施內 彼得森研究所的報告指出 中共制定的法律明確規定 當局為了維護所謂的公共安全 有權向中國的運營商索要用戶信息 與其他手機應用程式一樣 抖音收集的用戶位置等大量數據 一旦傳回中國 中共當局可以很容易的存取利用數據 製作更容易辨別西方人面孔的監控軟件 或者從數據中存取西方軍事活動的情報 必然要留有後門 必然要留有 收集各種信息的技術手段在內 報告還說 美國和歐盟 目前還不夠重視這些潛在風險 抖音這類中國手機應用程式被廣泛使用 很可能會成為另一個華為 讓中國的情報單位可以觸及西方社會 西方國家必須重視中國信息技術企業 也帶來到新安全隱患 網絡自由觀察人士谷河表示 每個人在軟件App的選擇應用方面要更加謹慎 不過有的時候真的防不勝防 他呼籲國際社會成立一個App相關組織 對所有中國大陸出產的App進行嚴格審查 而針對美國智庫的指控 中共黨媒《環球時報》辯稱 在西方情報人員眼中 無論抖音或華為的產品再好都有一個原罪 那就是他們來自紅色中國 對此 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張小剛表示 這不是一個原罪的問題 中共長期的、非常有意識的在各個領域進行滲透 可以說中共在奪取政權前就得心應手 它能打贏內戰就是遍布沿線、遍布情報人員的結果 他說 中共在這方面非常擅長 西方國家必須對中共時刻保持警惕